大家知道香港居住是一個非常昂貴的事 看看香港的前殖民主 都有同樣的問題 這裏有一個視頻 人工收入和房價的比較 綠色的房價 藍色的房價是 就是他們的人工 他們的增長 是由2002年開始 他們在過去20年 人工和房租的分別 同一個起點 一直以來 屋的價錢 比人工的增長快 當然 作為投資有上學 去到2008年 全球 金融危機曾經跌下來 然後 有段時間反覆 去到現在 2012年已經追回 跌之前 現在我們看到 現在 去到 大約 2016 17年 我們知道 2018年有少少 向下的情況 然後 又再上升 現在 去到 2022年的 6月 樓價 上升 非常重要 大家看到 這個情況 跟香港情況 差不多 如果我們 仍然被資本主義操控 自然 密以罕為貴 香港 土地面積少 香港 不是 真的面積少 香港 用的面積少 如果大家 上網 任何 地圖 網站 看看 香港的分佈 發覺香港 大部分地方 八成 幾乎八成 都是郊野公園 香港不是沒有地方 只是不肯用地方 給別人住 而造成一個人為的土地供應有限 造成 樓價很高 這個是 鎖住了 香港大部分人的財富 使得這個財富不能夠 更加好 去利用 更加生產更加多的經濟 更加多的 好處 希望 新任的 特首 可以看這方面 想一想 有沒有辦法 釋放了 香港人 放在 地產上的 龐大資產 集中的 建築商 地產商 只是為自己賺錢 沒有想過 使得香港更加繁榮穩定 所以 要將 資產 釋放出來 用在香港 更加賺錢的 行業上 看看 新特首 有沒有 深空和能力 啊 龍